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华新资本的最新动态 这可是一场引人入胜的金融大戏 在经历长达一年四个月的停牌后 华新资本终于宣布将于2024年9月9日复牌 这家受到包繁调查风波影响的公司 现在开始重新站上舞台 包繁的妻子许燕青被任命为非执行董事 这一任命引发了各界的热议 她是否能为公司带来新的转机 还是只是一场家族政治的延续 不过 华新的业绩却让人担忧 根据最新财报 公司的收入和盈利持续下滑 面临着市场低迷和激烈竞争的双重挑战 更糟糕的是 包繁的调查仍然悬而未决 这对公司的形象和业务运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我们还将探讨包繁的接班人 谢一锦能否带领公司走出阴霾 以及华新在当前形势下的应对策略 面对如此多的挑战 华新资本的未来到底会如何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新资本复牌在即 包繁妻子许燕青出任董事 这一消息引起了媒体和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 过去一年半 华新资本控股经历了风云变换 创始人间实控人包繁的突然被带走调查 使得这家公司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然而 华新资本终于于9月6日晚间发布公告 宣布将在2024年9月9日上午9时恢复普通股交易 这一消息无疑给市场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根据财新的报道 华新资本在停牌一年四个月后终于要复牌了 与此同时 公司还公布了2022年 2023年上半年 2023年全年 以及2024年上半年的财报 这些财报显示 华新资本的业绩持续下滑 尤其是2024年上半年 华新资本控股实现营业收入约3.29亿元人民币 而去年同期为5.37亿元 经营利润也从去年的0.32亿元下跌至亏损0.88亿元 公司拥有人因占尽亏损为人民币0.74亿元 较去年同期的1.8亿元有所改善 但仍然面临不小的挑战 华新资本公告的另一辆点是 控股股东CR Partners Limited 要求任命包繁的妻子许燕青为非执行董事 任期为3年 CR Partners Limited是由包繁 谢一锦 杜永波及王新卫4人持有 其中包繁持有主要股权 许燕青之前并未参与过华新资本的业务 她的任命被视为一种稳定军心的举措 作为华航航空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许燕青在公务机租赁业务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这或许能为华新资本带来新的视角和资源 华新资本披露的财报中提到 2024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环境持续低迷 尤其是海外中概股市场的IPO数量和融资额大幅下滑 市场化投资者的参与度极低 这种情况导致私募融资顾问市场的交易也同步低迷 然而华新资本的基金管理业务表现相对稳健 期内集团管理的基金退出金额共计人民币8.93亿元 基金投资回报比DPI随着项目的持续退出而进一步提升 华新证券的表现也颇为稳健 2024年上半年总收入和净投资收益为人民币1.03亿元 占集团总收入和净投资收益的29% 投行业务克服了市场收紧的压力 推动了多个硬科技领域的头部项目 A股项目实现了成功落地 此外华新多多金APP的零售业务也表现亮眼 累计开户客户数达到13万 较2023年末增长了58% 值得一提的是 华新资本实控人包凡的失联事件曾震惊创投圈 2023年2月上旬 包凡被带走调查 至今仍在配合中国有关机构的调查 财新曾独家报道包凡失联的消息 华新资本当时也做出了公告 2023年8月9日 华新资本再次公告 包凡仍在配合调查 2024年2月2日 华新资本公告称 包凡由于健康原因 及希望将更多时间用于处理家庭事务 以辞去该公司执行董事 董事会主席 首席执行官等职务 华新资本创立于2005年 包凡为实际控制人 联交所此前的权益公告显示 包凡累计持有华新资本2.77亿股 持股比例约48.81% 在包凡陷入调查漩涡后 华新资本的经营和运作主要由 谢一景 王立行两名执行董事 及其他高管继续负责 谢一景是华新资本的创始人之一 与包凡有着长达多年的合作关系 此次包凡辞职 由他正式接任华新资本董事会主席 首席执行官等职务 此次复牌也意味着华新资本的艰难时光 告一段落 然而 回顾这一年多的历程 华新资本经历的风暴和考验 无疑是巨大的 许燕青的加入 以及高管团队的调整 能否真正带领华新资本走出困境 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然而 华新资本这支曾经的风投巨兽 终于迎来了重生的机会 华新资本重返市场 股价大跳水背后的风波与希望 在金融市场的风云变换中 总有一些故事让人未知侧目 华新资本 这家在中国新经济领域叱咤风云的投资银行 便是其中之一 9月9日 华新资本终于在香港交易所复牌 但股价一开盘便如同跳水运动员一般 猛错72% 让人不禁怀疑 这究竟是市场的反应 还是命运的一次考验 要说这次股价暴跌 其实并不意外 华新资本在停牌17个月后才恢复交易 其中缘由颇为复杂 去年2月 华新资本宣布公司的前董事会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包凡突然失联 这一消息如同平地一声雷 震撼了整个中国金融界 包凡是谁 他不仅是华新资本的创始人之一 还被誉为并购之王 业内声名显赫 然而这位重量级人物的神秘消失 让华新资本顿时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包凡的失联并非一时兴起 而是因为被中国当局带走协助调查 审计师拒签年报导致华新资本停牌一年多 这一系列事件让投资者和市场都捏了一把冷汗 包凡的失联不仅让公司内部人心惶惶 也让外界对华新资本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家中国金融刊物透露 包凡被纪检和监察官员拘留 但当局至今未对此事做出明确解释 留下了无数的猜测和疑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华新资本公布了2023年的财务业绩 结果喜忧参半 数据显示 截至6月30日的6个月内 公司亏损7380万人民币 而归属母公司的全年亏损则达到了4.719亿人民币 约6655万美元 这样的成绩单显然难以让市场满意 更何况在投资者眼中 华新资本的未来仍然笼罩在包凡事件的阴影之下 华新资本的股价暴跌 导致市值蒸发30亿港元 约3.85亿美元 让人不禁唏嘘 光大新鸿基的分析师吴李贤对此表示 华新资本收入下滑和在中国上市计划的减弱 使得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 围绕包凡的持续调查和管理改组的不确定性 表明在业务真正重启之前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吴李贤如是说 然而 华新资本并非坐以待毙 公司在今年2月做出了一系列重大人事调整 联合创始人谢一景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 并由代理首席执行官正式升任为首席执行官 包凡的妻子许燕青也不甘寂寞 被任命为非执行董事 这些举措似乎在向市场传递一个信息 无论风雨多大 华新资本都在努力维持稳定迎接新的时代 华新资本在其半年报中表示 尽管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以及低迷的市场环境 但董事会重组后 公司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不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 该行员工总数为521人 较2022年底减少了30% 这一数据不禁让人感慨 风雨过后总有人离开 但留下的才是真正的战士 包凡的故事在中国金融界并非孤立 近年来中国的大规模反腐运动 让许多高管失联 其中不乏重量级人物 包凡曾在瑞士信贷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工作 后来一手打造出了滴滴出行 快递打车 美团等新经济巨头 它的失联不仅让人感慨时运不济 也让华星资本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 尽管如此 华星资本仍在积极寻找出路 公司专门帮助中国新经济公司 利用公开市场进行融资 但当前上市渠道的缩减 无疑是对其业务的一大挑战 光大新鸿基的吴李贤指出 华星资本的专长在于新经济领域 但当前的市场环境对其并不友好 未来 华星资本能否走出困境 还需看其如何在风雨中找到新的机会 总的来说 华星资本的富牌并未能带来市场的欢呼 相反 股价的暴跌 让人们对其前景充满了疑虑 然而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 华星资本如今面临的挑战 或许正是其重生的契机 毕竟 在金融市场上永远只有一个不变的法则 那就是变化 谁能在变化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谁就能在风雨中立于不败之地 故事到这里还远未结束 包凡的失联 公司的财务困境 市场的疑虑 都只是华星资本这部大戏中的一幕 未来还有多少波折 谁也无法预料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家曾经叱咤风云的投资银行 必将在风雨中继续前行 迎接更大的挑战与机遇 正如华星资本自己所说 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希望这个新时代 能给市场带来更多的惊喜与希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华星资本的副牌绝对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尽管包凡被调查 但公司依然在继续运营 徐燕青的加入更是为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 毕竟 她可是华航航空科技的创始人 业务能力不容小觑 过去华星资本不仅在中国新经济企业融资方面表现出色 还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这个副牌就是公司在困境中的一次重生 楚天书你可真是乐观的可以 公司副牌一开盘就暴跌72% 你还在这里说重生 这简直是个笑话 徐燕青再有能力也无法改变公司业绩持续下滑的事实 华星资本的亏损从去年同期的1.8亿扩大到今年的0.74亿 显然这艘船已经有多处漏洞 靠换个船长是补不好的 谢琪琪 你这是在看热闹不嫌世大吧 股价下跌只是市场对公司短期内表现的反应 不代表未来 华星资本可是有着348亿元总资产管理规模的庞然大物 任期三年的许燕青 完全有时间和机会带领公司走出困境 历史上 不少企业遇到危机都能通过内部调整和新领导层的努力重回正轨 比如百度在李彦宏重新担任CEO后业绩大幅反弹 楚天说 你这个比喻可真是太乐观了 包凡可是公司创始人之一 他的缺席不仅带来了人员动荡 更重要的是客户和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大打折扣 你以为许燕青的新冠上任能带来多少改变 更何况华星资本的收入和投资回报都在下滑 连市场环境都低迷得一塌糊涂 想让这艘船重返巅峰 恐怕得请来诸葛亮那样的奇才才行 谢琪琪 你的观点太过悲观了 华星资本公布的财报中 虽然收入有所下滑 但华星证券的业务却显示出增长迹象 像零售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17% 自营投资收益增长19% 这说明公司的基础依然稳固 只需要时间和正确的策略来扭转颓势 想想当年的苹果公司 乔布斯一度被董事会驱逐 回来后却把苹果带向了巅峰 只要有合适的领导 华星资本同样有希望 楚天书你这比喻让我感到尴尬 苹果可是有乔布斯那样的天才 而包繁的缺席根本无法轻易填补 你提到的华星证券增长 其实只是表面现象 整体市场环境低迷 IPO数量和融资额都在下滑 华星资本的核心业务面临巨大挑战 除非有奇迹发生 否则这艘船恐怕难以再风光一时 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 没有孙悟空 光靠念锦箍咒也是走不远的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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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